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要聽的這首歌啦 也跟想要出道有一點關係 我要上春晚 嗯 對 這首歌講的是當地人 你看我們四個唱歌的人 這四個鬥起來會給你什麼靈感 就是 就是幾個那個好像長 不會老的小孩子 然後 吵吵鬧鬧就是想把妹這樣子 然後就很興奮的想要去 出名然後 然後就覺得能夠 你知道那個大陸有很多鄉下的人 一輩子的一個夢想就是要去天安門拍個照 因為他們太遙遠了 那個左小就說一個故事啊 他說你要在 你要在北京坐公共汽車啊 他們叫公交車 刻滿的時候 你下不了車 然後急 塞子不急 你就大喊 天安門到了 大家都往下跑 對 這樣一半的人就下車了 好好笑喔 因為都是去朝聖的 對呢 這四個土炮也就是懷著這種心情 央視耶 春晚耶 欸 你唱完之後呢 集藝人口在看 我們就不得了啦 太好笑了 對不對 對 這幾個土炮 四個人跟四個土炮 如果能夠上央視出門 央明天下 吃一喝都享受不盡啊 多麼響啊 對不對 對 所以就把它寫到這首歌裡面 對啊 所以這四個的組合 就讓我有這個靈感 我會唱歌 我會跳舞 可是其實應該也是很多 就是像現在大陸很多選秀節目 很多想要出名的人 他們想要改變自己生命的人 他們的一個選擇 現在就是很多選秀學校 確實是他們真的是 花了很畢生的 精力跟儲蓄 去上這個學校 然後為了要 就出個名 而且他們現在一個家裡就一個小孩 所以都很疼 就這樣送去 這個絕對是一個中南絕境 這個真的是一個 出名的很大的途徑 最快速 最快速出名的一個途徑 就是真的是選秀節目 但是這也蠻畸形的就是 挺畸形的 選秀節目可以從這個省 選拔一年之後呢 因為他們不是衛星電視 是區域電視 比完之後呢 下一個省明年再比 就是一個套裝這樣子 太大了 太大了 確實很大 我要上春晚 好 最後再問聖哥一個問題 對 聖哥 這麼多年走過來 在演藝圈做過這麼多的事 有沒有 之後還想挑戰什麼樣的事情 比如說 對 鐵人三項之後開個演唱會 還是有沒有什麼事情 你覺得還想要去做 我今年的演唱會已經唱七個鐘頭 已經非常厲害了 接力賽 因為我實在是有點任性 我是想說我把所有的三十張唱片 全部挑兩個兩個兩個字 挑出來 沒辦法 反正已經超時了 太多了 我個人的部分喔 不含特別來賓喔 這樣子 都已經弄五十六七個了 那我就想說 你知道台灣人總是這樣子 我們在做酒的時候 路邊隨便 阿嬤阿嬤都抓進來吃 怕人家吃不飽 真的有那種心情 我沒有跟你吵架 我跟我老婆 為這個事情吵架很多次 她總是覺得 我們都去弄軟頭穿滚 但是我認為 真的是不好意思 因為從小就看阿嬤 阿嬤總是那個 一個老 老丑叫做 您正 您正他 他人 怎麼 就是不要給自己人 您可 送給外面的人 這樣子 也不給自己人 這樣子 我忘了怎麼說了 真的從小就看阿嬤 或者是一些鄉親 都是這樣 對待朋友們 跟外人 所以 您正在看 我說過那種信 是這樣寫的 那個時候 還沒有 市政府 市政府還沒有那個 外面的那個派對 跟煙火 101都還沒蓋好呢 那那個 那個小朋友 大概女生吧 她說一個人從南部 坐火車上來 嗯 她說真希望你把他唱到天亮 因為這樣我就可以不必去住旅社 真的 我們不知道去哪裡 我們就直接就去火車站坐火車 就回來就好 你想想看 一場裡面總是會有一兩個這樣的朋友 你能讓他們失望嗎 所以呢 我就盡量著 哎呀 要做做看 這是滿足大家的需求 而來變成一種Party的形式 其實我們後台比前台還是很好 對 對因為都現在有加入一些之前的樂團 這樣子 一些 嗯 朋友 一些 朋友也不是要演出的樂團 都來後面 變成來Party 真的後來變成一個Party 嗯 像董事長樂團啊 他們這些老朋友啊 今年甚至 又加都跑來了 把我給嚇死了 嗯嗯 這樣子 有我看到他打卡 哈哈哈 OK 然後就這樣子 然後 我就覺得更招待不周了 嗯 因為我不知道 不只要招待前台的人 然後要招待後台的人 嗯 想來一整個是一場那種 那種 機能的那種錯亂跟組織 我都會隔天 隔天來後就問問別 問同事就說 早上 有說什麼不對 我招待我 什麼就是 然後什麼落勝 我 都覺得很不放心 你知道嗎 嗯 那 不是酒醉了 也不是神智不清 就是太快速了 你知道 你一 一震亂 你根本就不記得細節 我知道 很怕招呼不周 會表現不好 分不清前後這樣 對 嗯 但是確實體力 稍有 稍有降落了一點 嗯哼 所以明年呢 我會調整成 比較 看能不能 儘量提早一前 嗯 提早一點嘛 就不要那麼晚開始 嗯 如果要那麼長的話 就儘量提早一點 嗯 讓那個 精神面抓緊 嗯 嗯 就是這樣子 對 啊不然真的會累死 對 反正現在交通工具也很方便了 大家 嗯 大家 很多人演唱會都二十個歌 三十個歌 嗯 我們要 搞五六十七八個 真的是超級知回票價 超級貼心 嗯哼 所以 所以如果有 有 有什麼 嗯 不不太一樣的就是大概是這個因素 OK 確實是 OK 所以我可以 五巡老翁了 可以 哈哈 大家體諒一下 你看神哥 電視跑馬燈都會覺得 五巡老翁 因為喝醉酒 掉到水溝裡 所以我死掉了 我有一天在吃飯 看到電視竟然講 我是五巡老翁 哈哈哈 那把電視給砸了 哈哈哈 哈哈 劉德華也是五巡老翁啦 對不對 嗯 嗯 對吧 我們自己講啊 不要別人講啊 呵呵呵呵 對吧 對 好啦今天非常謝謝神哥 帶來他的新的專題 他跟我們聊了這麼多 謝謝神哥 那接下來如果有什麼相關的訊息 可以上到哪邊呢 神哥的官方粉絲團 沒有 我並沒有那個東西 啊那個不是你的啊 就是朋友他們自己在玩 我有聽說這一回事 OK 因為我是活在 死去時代的人 了解 我到現在都還用紙在寫 寫稿 然後那個 筆記就寫在本子裡 嗯哼 因為我電話雖然是智慧型的手機 但是是白癡的用法 嗯哼 我懂 基本上我就不會啦 沒有關係啦 並不丟臉 我有嘗試過要 要進階 但是我後來其實就 可是你就喜歡原本的生活啊 我覺得這樣也 也挺 挺 挺OK的 嗯 我也 我也 我也不覺得大家走到那個 狀態有什麼不好 嗯 I just make it I just can't make it 嗯哼 我懂 我自己做不到 沒有辦法 就這樣而已 沒有關係 那如果有聖哥有相關訊息 我們就看新聞好了 好不好 新聞都經常都拍新聞 啊等我跟大家講好了 好不好 什麼新聞都說一些 拍新聞 對啦 現在新聞 嗯哼 好我們就別再批評了 謝謝聖哥今天來到節目 那我們來聽最後一首歌 我要上春晚 哎 男男角角要toss up toss up OK Let's go 謝謝聖哥